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请听我念三皈依人 阿瑟利传念 我弟子妙音 始终今日 乃至命传 归依佛陀 两族众传 归依达摩 离辱众传 归依增茄 注重众传 阿瑟利传念 我弟子妙音 始终今日 乃至命传 归依佛陀 两族众传 归依达摩 疲肉众传 归依增茄 疏众众传 阿瑟利传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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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弟子妙音 始终今日 归依佛陀 乃至命传 归依佛陀 兩族众传 归依达摩 離辱众传 归依增茄 注重众众传 請看 大经科著 第五百四十六协 第七号 第二个字 看器了 天、雨、苗花 自然音乐 唐译为天花古乐门去空 家长疏运 低冬 表皆行恩 如花命彼得过 自然音乐 正妙乐之图 说法华文雅 黄念祖老居士 引用了原译本的经文 家长大师的注解 讲明地冻 雨花 天乐 它所起的作用 这里后面讲得很清楚 以为 意思就是 获言的碎像当中 地动 六种震动 表得古 佳有幸远之恩 这就是因果之大者 小脚 起心 动念 言语 造作 全部是有因果的 全部是有因果的 为什么这么困难 不在乎是两种原因 第一种是自己得幸不够 没有真实的实得能 大神经上常常常常常常说的 这种能够感应到佛菩萨的加持 龙天护法 你做得很顺利 你做得很顺利 没有真实的德能 就会有障碍 做好事 亦有冤真债主 来障碍你 为什么他不喜欢你做好事 你做好事就是往上升 他希望你向下堕落 你与他有冤囚 他会障碍你的善事 会助长你的不善的事 换句话说 他就是要你堕落三度 这种的因 据多数 我们在这种 物质环境 人事环境当中 一定要懂得消业障 不生起怨恨的心 我们的业章就化解了 就如我亦大师说得好 好 竟然无好丑 好丑在于心 竟是物质的环境 原是人事的环境 人事环境里面有没有好丑呢 就是善与不善 没有的 完全是看我们自己用的是什么的心 通通通都得利益 亦通通在这里做罪业 你的身体善良 永远存着感恩 景缘都好的 所以亦增上缘 还是帮助你提升 它障碍你 毁碰你 陷害你 破坏你 承受你自己的得行 我没有丝毫的怨恨 无生烦恨 生的是感恩心 生电闻的心 这就对了 永远都要学阿弥陀佛 在十方法界教法众生并不是一帆封信的 排斥正土的人很多 反对阿弥陀佛教会的人亦多很多 不相信的人很多 阿弥陀佛从来没有 烦恼的念头 从来没有 不善的批评 而是以 清静平等 大悲大怨 不断来影响大众 愿免大众 希望他会讨论 弥陀只有一个心 一切皆成佛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这样障元的第二种原因 是众生做的罪业太重了 感应的果报 现前 这种果报 就是他有机会遇到佛法 他不能够生起信心 他不能够接受 他不能够理解 他不能够修行 这个众生无福了 总得爱乎这两类的原因 这两类的原因 只有 佛陀 和法身菩萨的大慈大悲 才可以化解 化解 亦不是容易的事情 亦不是短时间的事情 好在佛的慈悲 是无有自经的 生生世世 佛师门中不舍一人 我们自己有福 遇到了 我们自己有福 仗义不能够利益大众 一定要利益自己 其实利益自己 就是利益大众 我们自己有福 怎样呢 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 让别人去看 让别人去看 转 转 将成熟 还未成熟的时候 看到这个形象 他会感动 我们做得越好 感动的人就越多 所以诸佛菩萨 试现在人间 入波列盘 这个试现 亦到了很多众生 这些我们要看清楚 要开光明眼 看得清楚 做作恶业的人 制造将来的人 眼前得一点的小利 后面的果报都不好的 不能够不看清楚 不能够不看明白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看清楚 看明白了 你必定能够发愿 你必定能够用盲正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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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威现前 知道在这种景源当中 如何去处理 最好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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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帮助自己提升 帮助众生 减兴罪孽 这叫真正的慈悲 所以这里是说地动表 所有的果报都是有行 有缘 这个缘就是慾望 行有慈恶 缘亦都有慈恶 什么的因呢 缘怎样的果报 业因果报 嗜好不爽 我们看不见的众生多 看不见的这些众生 有根尼的 有根好顿的 来根的 听到佛号 听到讲经 听到读经 他有很大的受荣 现在就能够帮助他离苦得乐 迟钝也不少 迟钝是业障太重的 他还没有注意到佛法 读经 讲经 念法 在他看起来 好像与他没有关系 他等什么呢 他就是等吃食 因为他太久的时间 得不到饮食 佛事里面有吃食 他就等住了 其他的 他都 没有办法 觉察到 这个就昏尘了 好像睡着了一样 有吃的东西 他就起床了 他要去争取了 这一类的众生 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慢慢的才能够帮助他 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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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医的时间 真的是很长很长 没有人能够计算得出来 一个不善的念头 或者就堕落了 真的是自己 有意无意 为什么 无止劫以来 集气造成的 无止劫以来 一半众生 总是 惡多善小 所以 惡的集气重 善的集气轻 如倒善远 相应 就比较难 遇到恶缘 就很容易 所以 世间人 常常说 很容易 学好 就很难 这句说话 可以说 不是没有道理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是真的 不是假的 如花者 有花 即是有果 以表 大悦 必然 得果 有果 花 亦都是表 因果 的 我们供佛 供仰句里面 是最普遍的 香 花 是最普遍的 香 花 水 藏花 这些是 是工具里面 常用的 而且是表法的意思 不能够不知道的 花 不是给佛菩萨看的 果 亦都不是给他吃的 花代表因 果 就代表果宝 表这种的意思 就是这次 花尾 表这种的因 就好了 因善 果就好了 因行不善 果报就是恶道 表这种的意思 供灯 灯代表智慧光明 照见 诸法 实相 表这个意思 灯还表 燃烧自己 照耀别人 现在用电灯 不是太容易看出来 蠟烛又灯 很容易看出来 你看蠟烛烧到最后就没有了 照别人的 灯烧自己 照耀别人 忽灯 供灯 是这个意思 供水 水代表清静 不厌 水代表心 心要清静 不厌 心要平等 要觉悟 清静 不厌 平等 要觉悟 不厌 古攻 就是清静 小城人 声闻 圆各 他尽得清静的心 菩萨正得平等实 所以它能够大切大五 大切大五就是国 清静平等国 清静就是因 平等就是国 平等又是因 国是国 前面是因后面是国 向代表皆定真向 香栈里面有 戒定真香 见到香 闻到香 想到戒定为三河 提起正念 这个是它真正的作用 藏花 代表方法离生 讲经教学离他 前面偏重在智利 智利之后要当得尼他 藏番 藏番藏是佛门的信号 讲经的法会 就挂床了 床 团呐团呈 原型的 シルク 好像飞机场的风筒差不多了 气氛是一面大幅的 一面小的 床大小完全相同 期间上画上床,就是跟大家讲 今天这个地方有讲经的发挥 喜欢听经的人看到了,他就来了 画满,没有广告 没有宣传 这个是表谦虚 我的智慧得能 不足够为人知 不敢照识 不敢宣传 我们在这里讲经学习 好像是分享交流 请大家来指教 将我们的活动用床翻来表达给大家 喜欢来的,他就来了 不喜欢,他就可以不必来了 一丝后都不勉强 如果是挂起翻 表示这个地方今天有集会 不是讲经教学 有集会,有活动 所以翻床是讯息 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 知道这个地方有活动 现在翻床的作用 现在翻床的作用失去了 为什么呢 到时都踏了很高的高楼 你挂翻床没有人看得到 我们在童年的时候 这种东西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般庙 大概都是两层楼 普通的住家就是一层平房 比我们一般楼房高 好了,在寺庙里面的旗杆挂的时候 附近几个村庄都可以看到 现在用电话通知 用广告 电视广告 广告电台的广告 报纸上的广告 用这些方法来通知 这代表了翻床 翻床的作用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要知道 乳化代表因果 表大愿必愿得和 实际是实际是实耻毫不爽 自然音乐 必定成就绝到绝乐世界 必定成就绝世界 并且用广孙妙法 化物无尽 这个讲书妙法是十方三誓诸佛如来承当的。 没有人能够承当这件事情,诸佛如来承当的。 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就是教学。 不但是佛教,所有宗教,你试心去观察, 你去研究他们的经典,你就会发现。 最初创造的第一个祖师, 你看看他一生的行仪。 我们就仿然大悟。 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的。 用现在的说话来说,社会教育学家。 每个都是有智慧,有慈悲心的人。 有慈悲心,联敏众生。 发心出来,教化众生。 有智慧,就有能力帮助众生。 破迷开吴。 达到教学的目标。 众生一定要觉悟。 觉悟些什么呢? 明了,宇宙,万有。 真实相。 现在这件事情, 是科学跟哲学性当作。 专门来做这个研究。 来将这个谜底解开。 令大家了解事实真相是什么。 这件事情, 每个不同宗教的都说。 有些讲得深, 有些讲得浅一点。 真正讲透切, 讲明白了。 与现在科学是完全相应的。 这是大成。 科学家也肯定了。 是大成。 在彼此, 真相和明了, 就不迷惑了。 我们对于整个宇宙, 万有, 看法, 想法, 就不至于发生错误。 这样起身动念言与造座 一定是与诸法实相相应 这样叫做正知证件 如果我们的想法、看法与事实、真相相违背 这样叫做邪知邪见 正知正见带给我们的是 智慧、慈悲、瀑害、幸福 错误的知见带给我们的是灾难 是迷惑、颠倒、造业、恶报 不一样的 所以宗教是教育 中国人又智慧 现在的西方人也承认 如果研究中国漢学 他会对中国古人 真正生起 宗教育、共定心 宗教育、共定心 宗教育、赞泰的心 宗教育、全心、全力向他们学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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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育、全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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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伟大 大家發明,能將千萬年前的人之威,方法經驗,用這組災據傳給千萬年以後的人,而不會變質。 真正是了不起的發明,與聖德圓滿上應,聖德就是永恆不變,文言文也是永恆不變。 用這個做手段來將它記載,將它傳給後人,而且這套方法學習不難。 這是人類智慧的揮捕,它屬於全人類。 文言文的特色,它就能夠適用於 一切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時代,是永恆不變的。 中國,千萬年來,人民能夠享受到長治久安,幸福美滿的生活。 靠這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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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異性裏面的智慧慈悲 便流露出來了 所以這叫做聖德 不是外面來的 圓滿的聖德 佛法裏面稱它為佛陀 全現的 雖然現不圓滿 未到圓滿 好像月亮一樣 十五月亮就滿 稱之為佛陀 十三、十四 接近圓滿 它是未有圓滿 稱它為菩薩 這樣初七、初八 你看到一本半個月亮 這個就是聖文遠隔 月亮 念念到圓滿 只是跟我們觀察的人角度不一樣 所以我們才能看到滿月 半月 還有一日是完全看不見的 月亮、光明那一邊是背著我們的 我們看不到光明了 用這種的比喻 比喻我們自性是圓滿的 圓滿的智慧 圓滿的光明 圓滿的德性 圓滿的慈悲 沒有一樣不圓滿的 中國 古聖、思賢 這些老祖宗他們 跟我們提出 可以說是 因吾類、文明 圓得的原點 就是四個科目 五論、五常、四惟、八德 每個字都是圓滿的 好像無量壽經上講的四十八元一樣 圓圓是圓滿的 而且每一個圓 都含接其他四十七圓 它不是獨立的 它是圓滿圓用的 每一圓都包括其他的四十七圓 圓圓如是 一直是多、多直是一 一多不二 我們中國老祖宗也是這樣 五論、五常、四惟、八德 這裡面是有重複的 我方經常一進去 如是有三千 你可不自於智芋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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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維裏面有以,八德裏面有。 所以人根以這兩個字, 四科裏面都是有的。 古人用這兩個字來代表傳統文化。 儒家所講的人義,孔子代表忍,孟子代表耳。 中國文化的精神。 援起,孔子和孔子。 在这个亲里面圆圆满满地 包括了五轮五上四位八德 一个都没有缺的 跟这个大乘佛法一样 一直是多多直是一 从这种的亲爱里面生出五轮五常 从轮常里面 衍生了八德 四为八德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不单止是中国是全人类的 因为你走到任何国家民族 你跟他说这个 他也欢喜的 他也接手 他也是没有反对的 所以这是全人类文明的核心 中国人有记载 有文字的记载 有文字的记载 流传都后世 千万年前是有用的 现在的人看起来还是有用的 每个字都是有用的 如果你不要他 不要他 天下就大乱了 这个是真的 看中国历史就知道了 哪一个时代疏忽了 这个时代一定是出乱子 哪一个时代 哪一个时代 对这四科非常重视 国家领导人带头身体力行 决定是大子 这是盛世出现 这是盛世出现 盛世的帝王 难得 没有不少在地狱 唐太宗就是一个了 他说出了他 为什么会堕地狱呢 杀得人太多了 随着灭亡的时候 他也是群雄之一 将其他对手都打败消灭了 最后掌握到政权 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治国 成为历史上大唐盛世 后人都称他做明君 提起唐太宗没有一个不肅然起经 但是他堕地狱了 行规他做了一件好事 可能输于自要 就是这件好事 他从地狱出来了 我们根据是无往来的 我们只知道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 我上了好几年 终于有人找到了 送给我 送到这里了 我看到非常欢喜 看到这一部书 中国有够了 世界有够了 我们提倡犯人 港位流通 唐太宗 唐太宗 因此 离开地狱了 这是佛门的总护法 在他那个时代 中国大小盛 中国大小盛十个中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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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国佛教黄金的时代 每个中派人才背出 他心量很大 能够平等对待包容基督教 包容伊斯兰教 那时候他们刚刚传到中国 佛教来得早 唐太宗 是以平等心来对待所有的宗教 非常难得 正的令人赞叹 这边说 最后空中赞演 决定必成无常正觉 梅西药 黑果无疑 黑果就是正果 事后怀疑都没有 所以叫做决定 决定中之决定 叫必成 决定中之决定 无常正觉 即佛果 无有子常 它在上面是在无有上面的了 所以称为无常 至于花狀大事 才发愿意 这是五劫 参学圆满 四十八院是报告的众刚领 公众 辩职赞演 决定必成无常正觉者 莫也 《无量寿经》 《喜顺论》 《喜顺论》 所识 甚为正要 《无量寿经》《喜顺论》 是彭济清居士的作品 文字 对这个问题 他觉得非常好 自用其意而简述之愚下 愚下这段不是原文 是他原文的大义 一切佛土不离众生 一念清静心而得成立 这句话是总纲 非常重要 大家要记住 真正修行的就修这句 这句是什么呢? 一念清静心 一念清静心是自己的真心 三里面没有妄想没有习念 这句话说就容易 做起来真是不容易 你能够一念吗? 一离、一念 一离、一念 就是智性、本定 绘静大师开展的时候说过 何其智性、本务、动摇 这个一念清静就是本慕动严 真心言善 那是什么人呢 如来出世 你契入这种境界你就成佛了 你成佛了你居住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佛土 为什么呢 景出去心转 信静就是佛土静 道理就是这里了 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大呢 它是没有变制的 这一点我们要知道了 它是法圣徒 啊 法圣徒 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 身就是法圣身 具住的是法圣土 是自称变现的 没有通过阿拉耶 十块的里面的众生 身是阿拉耶的上粉 心呢 是阿拉耶的肩粉 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啊 阿拉耶的肩脏两份 都是生灭法的 诸佛策头里面有 六够跟四圣法界 就是常常说的十法界 十法界是从自性 所生所扁 所生所扁 但是 它是被阿拉耶所掩污了 自性不能够当家作主 当家作主的是阿拉耶式 阿拉耶就是个妄心 所以通通变成生灭法 这个生灭法 越迷越深 这个就是六度众生了 迷得浅的四圣法界 迷得浅的就是六度众生 不容易觉悟的 不容易脱离六度轮回这个境界 这种的境界是一场恶梦 它不是事实 但是在这里面非常非常辛苦 但是在这里面的众生 迷戀 当前的境界 不肯放下 佛菩萨 不肯放下 佛菩萨 不肯放下 以无尽的慈悲 善巧方便 你教他 还是不肯接受 佛菩萨 以无尽的慈悲 善巧方便 还是不肯接受 佛菩萨 但是佛菩萨的慈悲 不舍一人 生生世世都在这里照顾 佛菩萨对众生是怎样的恩德呢? 无人知道 世出世间 找不到第二个人 是这样关心你 是这样帮助你 找不到第二个人 我们对佛菩萨而言 真正是黄人负义 吃这些斧头是应该吃的 自己不听话 遇到了都不相信 还要在这里面 挑明文利养 你说这种罪是多么重呢? 你假明文利养 佛菩萨不阻止你 为何呢?佛菩萨知道 好 这里面有真有妄 你所见所闻的是佛法 这是真的 你贪命 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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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恶法 这是假的 真假都混在一起 你自己又不知道 将来是假的 这是三图 在三图里面 将这个罪业洗干净 你所闻所见的这些佛法 起作用了 你没有罪业 你就相信了 你就认真去做了 你就真是成就了 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 不阻止你 不能够接受的时候 将正法 满在恶法里面 这个慈悲到极处了 等到你三图 恶业烧尽了 这个是烧业的 烧罪业的 烧尽了 这个钱根福德成熟了 再遇到的时候 就相信了 就能够接受 接受 亦有程度上的不同 因为你还有恶杂气 地狱恶鬼畜生 三恶道的杂气 最业是消除了 杂气还在 所以对接受正法 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这个时候 如果有好的环境 真的是近于側尺 近脈側黑 能够跟到好人在一起 你就学好了 你一生成就了 如果是软尼自然知识 亲近恶知识 那你的恶杂气就越来越深 又坏了 这些是佛菩萨 帮不了你 佛菩萨知道 知道吗 知道的 清楚 清楚的 这些是佛菩萨 用什么方法 认得他 幸迅众生 必须是吃尽斧头 所谓斧尽斧 斧尽斧 才能够回头 我们帮助有缘同学 一定要记住 这件事实真相 不能够粗之过急 想赶快去道他 是做不到的 佛都做不到 你怎样能够做到呢 佛用的方法 不是急躁的 循序漸准 在这个时期 教法众生 众生最受利益的 无过于因果教育 多看多听多接触 因果实际上的例子 他真的看到了 他就会小心谨慎 热景 顺景 尖元 岳元 他都不敢接触 为什麽呢 顺景 知悦 怕喜 探心 怕生 斥质 逆景 岳元 怕生 陈遗 怕喜 愚痴 不敢接触 不敢接触 也不敢接触 全部是做轮回业 收轮回报 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 我们怎样办呢 一定不能够离开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一定不能够离开阿弥陀佛 我们就得够了 唯 不必要离开阿弥陀佛 嗯 不妙 也不敢接触阿弥陀佛 要叮带阿弥陀佛 准备 就是住在阿彌陀佛上面,你就平等了。 只受其利,不受其害。 这是真实智慧。 这是真正,即功累德。 即功累德,最殊性的就是念佛。 7 为之申定anced in God's poco, 而是缺乏相当的。 正在没有elnuduv Oldre 性格越强性, 精神感无粮受经 overwhelmed 在信论里面这句话说得真是好 我们要永远记住 一切佛土不利众生 一念清淨心 二得成立 基督世界阿弥陀佛教我们什么呢 就在经题上了 教我们清淨平等觉 这是基督世界教学的宗旨 清淨阿罗汉碧之佛 平等的是菩萨 觉是四十一位法身大使 受清淨平等觉 你就得带醒 带醒就是智慧 无量寿是福德 庄与清淨是极乐世界 这是果 清淨平等就是因 不收音 不收音变成果报 情中收音 就用一句阿弥陀佛 受得清淨平等觉 这个犯法太妙了 所以佛不离口 佛不离心 法庄大使 法庄大使 宏远 这个宏远就是四十八元 只为佛不离心 只为破除众生妄执 开显当人本有心良 宁知静土 即是法性本然 非重外德 西方极乐世界 是自己 至清淨所现的真实 暴徒 不是从外面来的 阿弥陀佛 何自清淨的真实 所现的 所现的 阿弥陀佛 又能够 教人 教一众生 破除妄想执着 破除执着得清静心 破除妄想得平等觉 所以开显当人本有的心量 心爆太虚扬州沙界 气种人我喜欢 那个人我讨厌 这个就不行了 这个是轮回的心 是妄心 真真心 跟这个佛心 不相应 这样这几句可以说 往生到极乐世界学些什么呢 就学这几句了 在这个世间长远好多 要会收 不会收就生烦恼了 你被境界转就生烦恼了 你就做业了 不会被境界转呢 你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 你能够提清 这个世间众生的真相 迷惑的真相 不是觉悟的真相 而在这些虚幻的假相当中 这么认真 这么执着 最终的认真执着 就是做三恶道的业 你如果不往生到极乐世界 它是到三恶道那里 都在面前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从外德 我已故 自性空直 离珠恶随 自性妙远 拒珠相好 这个一定要知道 自性就是自己的真心 真心里面 什么都没有 没有 即现象 没有精神现象 没有自然的现象 所以叫它做空 直是什么呢 直是清静 直静 一直很咸 没有思后的燴污 没有思后的燴污 没有思后的発生 放动的现象 这样 Broadway funeral 亚业度ipper 激期微小,频率非常高的波动现状, 自性里面是没有的。 尼猪恶趣, 这个恶趣不是指三恶度, 这个恶趣是讲十法界,是讲一真法界, 就是诸佛如来、实报、庄严土。 连等觉菩萨都是恶趣, 这是自性,自性是无上的。 等觉菩萨还有一品, 生相无名,烦恼杂气,未有断。 所以这还是恶趣。 由此可知,这个地方的恶趣讲得深讲到极限, 大师号,无耻无名的杂气,都叫做恶趣。 这不是恶趣是什么呢? 知佛如来,就是这个人。 四十一位法申大使,都不可以。 四十一位法申大使都不可以。 这亦都可以用来解释, 威能大使, 开悟第三句所讲的, 何其至性, 本智举足。 本智举足。 举足什么呢? 举足了妙与上好。 至性里面,本有格。 所以能言, 至性无碍, 而六神通。 至性无障碍, 而六神通, 是有远, 众生有感, 佛有应。 佛应的时候, 就是以六神通, 愿然。 应以什么身得道呢? 它就是愿什么的身。 愿以什么的法, 帮助它, 就用什么的法。 所以佛 佛有定法。 佛也没有一定的身上。 凡所有上, 戒持虚妄。 它不存在。 法就是生灭法。 说的时候就有, 不说的时候就没有了。 身就是生灭身。 生灭全部是假的。 凡所有上,戒持虚妄。 它不存在。 将这些东西通通放下, 得大自在。 六通俱足, 只生无主。 只生无主。 不可断灭。 只生无主。 所以,它是无断灭。 无断灭, 就是无量寿。 无断灭,就是永生。 其他宗教里面讲永生。 就是佛门讲的无量寿。 一个意思。 至称无作, 无有限量。 至称无爱, 如风港匹。 有作, 有为, 就是有限量。 有作, 有为, 就是有限量。 无作, 无作而作。 无作而作。 这是什么意思呢? 認真认真 全能量地 galaxies, 西门不 coe future 。 一に分살無作特地演ли, 亂追就来一切。 一回压 rico氏、 放在心上,不做的时候也没有放在心上, 那就对了,永远保持你的清静平等觉, 这是你的真心,你有作迷了, 我没有作,我不做了,也没有迷了, 你受外面的影响,你自己做不到主, 那就错了,自己做到主,有作不影响, 不影响清静平等觉, 无作也不影响清静平等觉, 永远住在清静平等觉, 诸以慕住,慕住而住, 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起心动念就错了, 不起心,不动念, 幸迅众生,随起功德, 所以,它是无有限量的, 遍法界虚空解, 法界虚空解, 无量无变, 至心无爱, 至心无爱, 如风港平, 好,至风一样, 至心无爱, 知识门内 如镜好现 没有内外的 这些境界都是哲学里面所说的抽象概念 在唯识里面所说的不相应行法 不相应行法与心法不相应 与识法不相应 与这个心所法也不相应 但是它离不开心 心所跟识法 因为没有这三种 它是生不起来的 它是依靠这三个生的 但是不属于任何一个 抽象的概念 它是没有事实 至性光明 如日普照 至性平等 如香普分 它分的对象在哪里 对象就是变化界虚空界 我们今天 未见到 未有闻到 至性光明 未有见到 至性平等 未有见到 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了障碍 这种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 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 你就见到了 来说 菩萨即信众生 至性本具之空直心 菩萨能够随信 苗原心 这个空直心 苗原心 无外心 无主心 无作心 无外心 无内心 光明心 平等心 而独然佛土 这九个心 只是一念 这个一念大家要记住 利那菩萨所说的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那就是说一秒钟 你已经起了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钟 一秒钟 你怎会知道呢 这个是佛法里面所说的高等科学 和我们讲大自然的波动现象 大自然就是自正 大自然就是自己的真心 所以 九个心 只是一念 一念里面有九个心 自以四十八元 日日圆 即众生 本具自心 即以自心 尊严自肚 天路选择 彭制清居士 这个注解 讲得真好 瞄绝 如果不能够细 这个境界 他怎样能够说出来呢 这个是凡人能够说出来吗 至少 至少 这个是发生大事 一避千六个说出来 日日圆 即是众生 本具至心 即以自身 創意自徒 这句话说明 《大乘经》所说的伦理关系 讲绝 中国古人伦理关系从相上来说 派成就是从自性上来说 浅心差别很大 我们与诸佛如来是什么关系一体 佛成义我们就不成义 为何呢? 他了解事实的真相 我们就不了解事实的真相 佛菩萨和我们没有障碍 我们和佛菩萨有障碍 是我们自己设的障碍 障碍住 所以我们是永远到不到佛来地 我们再往下面去看 如水归海 如响迎声 大江大河里面的水流到海里面 小的河流流入江河 江河再流入大海 将大海被遇作自称 以称作自清 将江河被遇作自清 将江河比遇作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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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溪 比以为凡夫 在小溪里面流过一滴水 最后它回归到大海 鱼香应声 我们在山谷里面 长啸一声 它就有回响了 这个是说溪水和海水 是一种水不是两种水 你一流到大海就不知道 以为是不同 响根声是一体 亦分不开 用这个来比喻 在说心土不移 心 众生 清静心 土是极乐世界 是 狀言土 心土不移 因果同事 这个才是事实真相 事故 化妆 发言不 洪庸 即赞燃 化妆 发言不 发言不 洪庸 即赞燃 化妆 发言不 不是一次法的,它是偏力诸佛的策讨, 认真地做考察的工作, 做选择的工作,所以发愿是五劫成就的, 不是短时间,真正是证调细选详细地调查, 这是五劫圆满, 将调查的结果贵纳为48元, 在佛面前向大家做个个, 空中赞议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有诸佛菩萨, 有护法善神, 没有吴赞叹的, 没有吴赞叹的, 以不可施以之恩, 起不可施以之果。 无量寿经, 我们可以说是, 细尊一代时教的大圆满, 是一代时教的总归结, 归结到一切皆成反。 尾后, 联老提醒我们, 当自不可施以之恩, 直不可施以之果, 有知淨土者, 谁从此信入。 无量寿经, 喜讯论, 真正是了不起了。 绝对不是一般的文字。 只有诸佛如来, 究竟圆满的正入。 诸佛如来说得出的。 我们听了次动、非动。 为何呢? 用张家大使的标准。 你未能够回头。 你未能够做到。 你仍然不懂。 你要怎样我们才懂呢? 一遍一遍地读下去。 古人有所谓, 读书千篇, 奇异自见。 你念上一千篇, 你就见到了。 没有念上一千篇, 你见不到是正常的现状。 一千篇, 念下去了。 未能见到两千篇, 未有五处三千篇, 未有五处三千篇, 要你是恰意不舍。 为何呢? 变数多了, 心就专了, 就得定了。 心定了, 便有五开五的道理呢? 大支, 大五。 这里面, 你全部都明白了。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要相信。 老祖宗这些东西, 他们的智慧, 他们所用的方法。 二种的方法就是开智慧的方法。 他们懂, 他们内行。 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 所学的就是智慧, 不是智慧。 一生都是深浮起躁。 没有定力, 没有定功。 所以, 便不能够解决问题了。 不能够解决问题, 便会制造问题了。 制造问题, 在佛法上称之为叫做做业。 做业, 复杂。 善中有恶, 恶中有钱。 顺善顺恶的, 还是不容易找到。 但是那种报应不可思议。 报应怎样会报得这么巧妙呢? 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好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